非洲领导人对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的冷漠和包庇卢旺达大屠杀杀人凶属 尽管大规模的杀戮惊人的暴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为什么人们在1994年没有向卢旺达的图西人伸出掩置自首呢 联合格受到质疑是理所当然的 联合格卢旺达援助坛的指挥官加拿大将军Romeo Dallet 从季端主义糊涂族逃避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屠杀的自信 他要求联合格派遣5000名联合格维和人员去防止大屠杀 但是联合格却把维和士兵的数量从2300人减少到270名没有武装的观察员 但我们忘了这个将受害者交给筷子手的组织 指的是联合格当时是有两个非洲人领导人 一个是埃及人的加利 他是当时的联合格秘书长 另外一个是迦纳人的安南 他当时是负责为和行动的联合格副秘书长 虽然他们没有决策前 单从他们与武卢旺达代表的紧张交往中 没有迹象表明 他们充分考虑到事情的利害关系 和试图影响事件的正确方向 非洲国家元首和非洲的议论领袖也没有对那些像牛羊样被屠杀的屠西人表现出更多的同情 从1994年4月初到7月中旬对屠西人的种族灭绝被称为卢旺达的100天 这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虽然一开始可能被屠杀事件吓了一跳 当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振作起来 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1994年6月是最致命的月份 非洲统一组织在图尼斯举行了年度首脑会议 对仪会的非洲领导人来说 防护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们甚至觉得没有必要把卢旺达的局势列入议程 卢旺达临时政府在当时差不多已经屠杀了100万个屠西人了 就非同组织而言 他后来试图通过委托一个国际知名人士小组 颠写了一份报告来进行补杀 他们的报告可以说是关于这段黑暗历史的最佳报告之一 这个报告已2000年7月完成 报告的标题是 卢旺达本来可以阻止的种族灭绝 在他的第229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同组织高级官员承认 作为非洲人 我们将永远被我们在卢旺达的失败的梦魇所困扰 而格局社会也应该也会被困扰 连续100天 非同组织的每一天的沉默 都使一万名无辜的人上升 个别非洲国家对那些计划和执行种族灭绝的 如欧旺达凶手逃避到他们的领土上 视而不见 有些凶手逃到比利时和法国避难 即使在今天 许多凶手仍然在非洲大陆各地定居 他们定居在南非 肯亚 星巴维和邻国的刚国民主共和国 他们安心地住在那些国家 他们是有时甚至觉得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臭害国为种族灭绝的自治组的 Velicien Kabuga 长期受到星巴维当局的保护 他后来又受到肯亚当局的保护 最后他跑到法国找他的家人 在2020年5月在巴黎塞纳河邦间被逮捕 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 全法国殖民地是那些在逃凶手的首选地 他们在加鹏和克麦隆 克麦隆特别受到欢迎 被认为是种族灭绝组模的 Marco Sola上校 终于在2008年被鲁万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抓获 并判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2001年11月 被称为木兰比屠夫的星巴尔上校 在距离打卡约60公里的小镇被捕 他生活在塞内加奥的国家人权组织的保护之下 该组织是国际人权联合会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检察官卡拉德普尼的明确要求 他可能永远不会移交给鲁万达问题国际法庭 因此在鲁万达问题上 非洲国家的政治和道理上的破产是彻底的 在鲁万达胡图人杀突兮人 突兮人杀胡图人 这句话是联合国秘書长加利在杀戮最激烈的时候说的 在灭绝种族事件后的第一次法国和非洲国家峰会上 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假装被焦利所折磨 他在新闻发布上宣布 事实上如你所知 没有任何国际保险可以阻止一个民族自我毁灭 我们也不能要求国际社会去阻止 更不用说法国了 两天后他对一名记者说 先生你说的是什么种族灭绝 是胡图人对突兮人还是突兮人对胡图人呢